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助的小孩 从背不深不背过问 对未来有何期待 固执的小孩 想忘 想忘 想忘掉的过来 那天晚上许久未见的父亲终于能回家 他穿着粗气脱下真染上靴子的静服 我听见母亲在哭笑的说又没能陪他 同为那些陷入迷途中的世人禀珠 父亲转身向我 弹起棘手的案子 有关于破碎的家庭 装满粉末的罐子 又要照理保密 我们早就说好的 怕有人不怀好意 那报复是迟早的 父亲开始关心我的生活 言语有些虚导 我虽不耐烦 但也明白毕竟离多俱少 我说我在追星 总是生活碰壁 那像是榜样能够给我带来不少动力 父亲也遇到原来我早就不是你的偶像 我抬起头啊哭 他如今身材有些走样 他笑了笑 突然接通电话 我没能叫住他那张满分尸卷就留在手上 摸住的小孩 从被过神不被过问 对未来有何期待 固执的小孩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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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往的走 那天课间 同学们热烈讨论 询问彼此的偶像是否能够成团出道 挑看着一旁死读书的同学真的好笨 难道就不觉得那样的生活太过枯燥 当我被问到 那应该怎么样去因缘 我心高采烈的仿佛瞬间打开花匣子 我们会去大膀还一起定时间去烧花 每周都去投票买周边买山品 帮哥哥到C我还有好多好多能张分的法子 可老师打断了我 叫我要赶快出门 我依依不舍地停止分享脑内的库存 走出了门外 我看见母亲双眼泛红 一时间心乱如麻 一刹那间思绪万重 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危机 我每天认真学习早就已经学得很累 难道是作业没有签名 我偷偷回忆 突然间他们说要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那段话把我伸去击打的飘忽不定 我终于感受到了那种粉末的毒性 从片刻间的精神充沛如今 几几几崩溃 这无尽的伤痛被我踩成了足印 我跑下楼底 再跑出教学楼 跑过了操场 还想要跑出一趟